中港矛盾不斷升溫之勢 曾蔭權和特區政府不單止沒有實際行動化解兩地民眾對立 近期更加強推粵港自駕遊試驗計劃 令問題火上加油 一向以香港仔自居的曾蔭權在接受電台訪問 談論中港矛盾議題的時候 竟然多次醜化香港人 更加因為內地高官的一直說話 而將全港市民的聲音自若網民 在節目談及港人對內地旅客的行徑反感和不滿的時候 曾蔭權就說 港人在外地旅遊時亦有惹人反感的行為 例如是吃飯時大聲聊天 和有骨落地擺在桌面的習慣 有學者就認為曾蔭權將餐桌禮儀等社會行為規範 和社會法律混為一談有技術性的問題 不應該出自特首的口 是老爸教兒子才會這樣說 至於全城鬧爆的自駕遊試驗計劃 曾蔭權就更加發揮他拆鞋仔的本色 他說副總理王岐山曾經跟他說過 同一輛貨車同一個司機 在內地就會橫衝直撞 過來香港之後就會停下等紅綠燈 曾蔭權就覺得正好反映出每個人都有入境敏感 有立法會員就指 駕駛態度根深蒂固 難以想像司機會入境敏感 而改變他的駕駛態度 亦有學者指 接受多元化並不代表要盲目接受被破壞 有需要的時候政府要執法維護秩序 而大批網民聽到之後都紛紛火都來了 反民退休之後就會走去外國住的曾蔭權 是否在曲線鼓勵民憤 要大家忍到港魄加忙才不用再忍 ONTV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